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 myradio.hk 喂,BB,不好意思啊,我就快到了啦,你到了很久啊? 不要緊啊,等了一個半小時,時間剛剛好,聽了整集動物踩場 那你再聽一會吧,我很快出門口的啦 蛤?你還未出門口的? 很快就到啦,對了,你交了下個月myradio月費未啊? 趁現在上網交啦,記得幫我加起來啊 現在已經是月尾啦,你交了月費未呢? 還未交的話,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擇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香港製造,我是沙悲 上一集我們開始說英資財團 說英資財團裡面的英資四大行 行,即是洋行,當時我們經常說洋行 其實匯豐就,在看資料講的時,匯豐就不是進去 匯豐就是一個銀行,不是一個做出實業的洋行 那邊四個,上集也講過了,兒和,太古 成哥搜購了一個和記王報 和這個匯豐那些四家的洋行 那今集我又講這個太古 講這個太古就,由開始的時候 就是由一個航運業巨頭 一路發展到不同的實業 期間仍然都是做一些航空業的 後期自從打完世界大戰之後 開始回到香港 英國佬開始回來 開始發展這個東亞地區 他唯一一個還可以令到他在外地發展 亦可以發展到非常蓬勃的地方 就是香港這個地方 那太古回到來之後 開始接觸航運業慢慢上位 那之前本身是一個太古船路的 那開始四五年回來之後 就變成航空業也接觸了 那跟國泰有很多產生關係 就變成一個 以前有航運變成一個空運一個巨頭 那中間還有不同的實業 就維持了太古集團的非常重要資產 以及營運的勢 當然還有不同的中間發展 就是地產項目 大家都有個名字 大家在香港就是太古城 地鐵站也是 那裡有一個站頭 所以太古在香港 雖然太古不是正式 太古洋港不是在香港設立 但是它這百多年來 就是開埠之後的事 開埠之後就是英國打完國鴉片戰爭之後 太古在後期在中國發展航運業之後 到香港設立了一個太古洋港的分行 就開始了它和香港這百多年的 非常重要的關係 首先要說的就是太古洋港建立在哪 我們可以去第一張照片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John Swire 那就是 是太古創辦人 那John Swire 是什麽人呢 那又 他和我有少少關係 那 那個關係是什麽呢 就是 他本身就是 他小時候 其實他是一個 英國約克棍的一個 布商大 但原來他 他自己在 19歲的時候 19歲的時候 這個 Swire 其實就開始離開這個 離開他家鄉的約克棍 約克棍應該是在 利物浦下些少的地方 那他離開約克棍去到利物浦 當時大家也知道 利物浦的航運業 整個地方都幾大 那他去到利物浦做什麽呢 他自己創立了一家 一家 中型的 叫做商行的東西 那就開始了他這個 後期慢慢開始創立他的太古洋港 那個一段經歷 所以他的事業是來自哪裏呢 他的事業 即是太古 最原先的事業那個 那個根基發展的地方是哪裏呢 是利物浦 那這個 他在利物浦創立了這個 這個商 即是創立了一個 一個商行之後 又開始一個慢慢 一個小型的一些小的商行 又慢慢變成一個 中型的一些商行 那 John Swire 就去到其實慢慢去發展 那其實他後期 包括他兩個兒子 加雷他 他們那個 之後的經營 當然在利物浦那裏 那以航線來説 去澳洲 或者是當時在英國 屬地來説 澳洲那裏 都是大家都可能 廣眾同一員 那邊方便些 那他們那時候的業務 都在美洲 即特別是美國那邊 但美國和澳洲會多些 那大家看看這張圖 如果也看到 1847年 那John Swire 就在1847年死 其實就是鴉片戰爭之後 五年就死了 那之後他那盤生意 交了給他兩個兒子 那他兩個兒子 其中一個就是 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John Samuel Swire 那我看有些書譯的名字 就很大陸的 也免得說 那Samuel 即是森美爾 森美爾 Swire 就叫他 就叫做森美爾 那森美爾 和他有個兄弟 負責了接了這盤生意 那當然最主力的那個也是他 他另外的兄弟就兩個人 都成計了 當時的遺產 都其實只有1000磅左右 他另外一個 即是另外一個兄弟叫做 Hobson 學神 即是森美爾 和學神 兩兄弟 那我剛才講到 那他們的主要業務 即是自從爸爸走了之後 他們都繼續經營 那他做的業務就是美國和澳洲 但是後期就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美國和澳洲的經營都開始有問題 那是發生什麼事 那當然其實是和美國有關 因為美國那時候 在47年他們就離開了 那其實慢慢延伸延伸 去到60年代 即是1961年 對不起 1861年 即是鴉片戰爭之後 都大概20年左右 美國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打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就是美國史上 美國立國至今 是死傷士兵最多的一場戰爭 比二次世界大戰還更多 二次大戰美國人 即是美國的士兵 死了四十多萬左右 但是美國的內戰 即是林肯和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足足死了接近70萬人 那其實這次戰爭都令到美國的經濟 有一個很重要的轉變 解放黑奴 甚至乎他的經濟有一個調整期 慢慢上升 那本身後期去做他的生意是好的 但是你前期不是 你前期一定會 會扣一些或惡搞一些 基於那場戰爭的爆發 他們阿森美爾就把他的生意 即是他爸爸留給他的生意 和他的弟弟一起 把那個業務轉去沿東 也是中國那邊的地區 基於他轉去中國的地區 當然要做一間 當時他們的公司不是太古 但是轉去東亞發展的業務 就在1867年正式成立了這個太古洋行 那太古洋行為何要拿太古這個名字呢 當然那間公司的名字 他是和一個人合作成 合作成立這個公司 那他就做到 那太古洋行為何要用太古這個名字呢 太古洋行為何要用太古這個名字呢 太古有他寓意的就是規模宏大和歷史九軟的意思 太古嘛 都是拿到他的意義 那開始的時候其實都是做一些棉花 甚至是普通洋行的生意 那開始也都設立了這個不同的分行 就是自從開了這個洋行之後 包括自己在本土 英國本土無論是倫敦和利物浦 就是他們老家的那個始創地 都開了不同的分行 那何時在香港呢 香港就是1970年 1870年 1870年 1870年就在香港開設了這個太古洋行的分行 那之後他的生意慢慢轉上去 慢慢發大來做 那開始就發大了這個洋行生意 那何時開始涉獵了他的航運業呢 其實消滅的航運業那時候當然就 其實就看中了這個長江一帶那個 長江一帶的那個航運業沒有 但是當時就 太古有一個叫做非常之大的敵人 甚至乎那個敵人已經壟斷了整個長江的航運業 那那個敵人就是當時在鴉片戰爭前後 或者前 當時外國包括英國和美國 就經常走私鴉片來中國 那時候你的鴉片那裏不是 中國開始已經禁了 那後期因為走私那樣東西 就做了三大洋行出來 包括現在都竟然存在很厲害的 儀和洋行呢 另外一個叫做寶信洋行 寶信洋行 叫做第二 這個當時的走鴉片竟 這兩間都是英資的洋行來的 第三間呢 叫做奇窗洋行 那聽說奇詞可能大家都會聯想到花旗 沒錯 這個是美國的 美國資金的洋行來的 這個奇窗洋行 當時佔有了這個 佔有了這個在長江一帶不同的航運業的種地 當時整個航運業在長江一帶的時候 其實被奇窗佔名了 那森薇爾就想了一件事 就覺得這個可不可以做一個挑戰它呢 那開始慢慢集資 其實他集資 以當時的資本來講 1870年代 集資了三十多萬 就開始和奇窗爭奪長江的運業 當時他用了兩招 這張照片 當時的照片 這個就是太古洋行 應該說當時已經設了航運業 太古了 當時這張照片 拍得照畫得不太久 你可能 十二十世紀 剛才開始 再早些照片 這張照片 可能都是 叫做旅客檔看來 顏色不會再那麼沉 其實這張就是1920年代 太古還在長江一帶的船業 自從Samuel 他決定和奇窗去抽搐的時候 他在當時做了兩件事 當然第一件事 每個商家都會做 就是鬥便宜 鬥便宜之餘 這是第一點 這是金錢或經商方面的手段 第二點他做了什麼 他將長江一帶 所有負責船務的船務經紀 請他們飲宴 整天請他們飲宴 盟絡了這些經紀 結果盟絡了很多 一批 不是很多 有一批的老顧客 或者大顧客 就由窗期慢慢移了過來 太古已經奪得取其中一部分 跟奇窗可以抽過 慢慢自從他拿了這筆數之後 就有這幫人支援 之前是奇窗的老顧客 就開始支援到 形成一個兩家分天下的形勢 之後其實都再發生了一件事 慢慢走入到70年代後 就是忠厚的些少 就出現了一件事 第三資產 就是中國自己的鄰船招商局 這個是上海總局 鄰船招商局的上海總局 因為地頭蟲 有很多關係 加插進來 但是後期三家都簽了一個分同利潤 分高利潤 當時最後那個協議 當然鄰船招商局 因為都是地頭蟲的關係 有很多不同的當地人物關係 而太古始終不是英國自己的帝國的人 用商家的身份 爭論的條件都不是太大 最終這三家就簽訂了一個合格的協議 佔了一個股份或者利益 不是股份就是利益 鄰船招商局佔了42% 泰股是38% 排第二其實也不是少很多 然後其餘的就是 下回當時的旗槍 但旗槍後期都因為 支付不到那個 你可以叫做什麼 又是經營不善 倒了當 最後沒有辦法要賣 賣了股份 那賣給誰呢 當然不會賣給太古 那是給招商局的 所以招商局為何那份藥裡面 會佔大一些因素 都是這個原因來的 後期都加拆了不同的人的 不同公司 包括1894年 隔五戰爭打完之後 大家如果有印象 隔五戰爭的馬關條裡面 簽訂裡面 有開放這個 長江裡面的通商口罕給日本 所以都形成了日清公司 即是日清公司 和其他的日資 下來了做競爭 但其實都這個競爭 雖然是有那個競爭性在 但是太古作為一個龍頭 那個地位 慢慢其實去到這個 去到這個 大概是 剛才我給的照片 大家看那個已經是 剛才那張 再之前那張是1920年 這張就是1930年時代的照片 這段期間其實太古已經佔領了這個 遠東特別是長江一帶的 非常之重要的地位 資產已經非常之厲害 擁有的船 當時是七十多艘 載量是十幾萬噸 只是資本九千萬兩 已經是非常之厲害 那是奠定了航運的地位 奠定了航運地位之後 當然有其他發展 這樣就開始要講一下 他和香港的淵源 他和香港的淵源是來自哪裏呢 就是來自一包東西 就是白糖 香港和太古和香港的淵源 大家可能是 之前其實都 Samuel也有想過一件事 他創了這個月 太古洋港在香港分行之後 其實都有想到 香港的重要性是日後的事 其實但是 初期時的航運 來到那個洋港 大家都佔很多 大家記得 遺和洋港也佔了一段地位 這樣開始太古 在哪一方面可以咬到遺和洋港 就是這個白砂糖 在1880年代 在1880年代 1880年代 即是前一個世紀 就是19世紀的80年代 其實已經開始 太古就在香港 在香港製造了一間糖廠 在香港製造了一間糖廠 香港製造了這個糖廠 慢慢其實都可以佔有了 這個香港不同的祭糖 甚至乎是東亞不同的佔糖地位 包括廣東 當時這個慢慢 達到20世紀 20世紀初 在香港這個糖廠 其實佔有廣東的產糖 特別在白糖方面 還有這個太古自己製造的 特別的名字 再幼細的叫車糖 車糖和白糖佔有廣東一帶 其實已經佔有了五分之三的 五分之三其實真的有很多 我看資料講 那個總銷都受咬 有時候開始慢慢打進去 中國內陸的地方 後期和其他洋行 包括移瓦的講點數 因為白糖和車糖方面 沒有得和他們鬥 就變成了太古的獨家經營 在其他可能是黑糖 或者其他偏少少的糖 就是其他洋行的經營 但是你知道大家食用方面 砂糖和它自己特有的車糖 就特別一些 所以太古在糖方面 造糖方面 佔有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亦都是其中一個 它作為一個洋行的實務 佔有了這個很重要的香港 到現在都是一堆很重要的地位 這個就是 它剛才大家比較普通的砂糖 當時太古堂 他們有一個很個人的圖 太古堂廠的圖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些糖裡面 右手邊那些 那包不是煙來的 那包其實都是一個包裝盒的那些糖 中間有一個太極符號 那個太極符號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 又是拿那個意思 就是拿一個 什麼 遠遠流長的意思 真的太極了 兩而西太極 慢慢地發展下去 就是用這個符號 英國人它一個經商都有它的智慧 就是用回中國那樣東西 名字又叫太古 包括用你的唐話 用這些名字 它都會用回你們地方的特色 用回泰極 所以有時候大家想法 其實這些都是叫做英國人的經商的智慧 這個是唐方面 慢慢再加下去再講 其實太古還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慢慢發展 那大家記得 其實在二次大戰的時期間 太古在香港 包括就是 唐廠 還有唐廠附近 有個地方一定要講 都跟它的航運業有關 那 其實在哪 這裡 就是 太古船澳 太古船澳 這段地 就是當時 即是現在大家看著所謂的 所謂的太古船 太古船的那個 那個現址 這也是在十幾世紀後期 開始造船澳出來 去到 去到 上世紀 上世紀 七十年代之前 才開始停運 然後開始把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項目 就是變成現在太古城的一大地方 這是領導了當時 在遠東 特別在香港 一個很重要的航運中心 在後期 香港開始有些 國際貨運碼頭 所以才佔領了很多的時間 或者是競爭已經大了 甚至他已經認為 在航運方面 即是船運方面 有些已經是追不到 他轉了去那個項目 將這個地方 變成一個住宅物業 亦都正正式式發展為 它一個太古集團 一個很重大的資產 自從這個太古城成立 即是這個太古城 另外我再給大家另一張照 太古城 太古船的另一張照 就開始轉了去 開始經營地產業 轉了地產業之後 其實在初期 當然他還未 不是很正式的 涉獵到地產業 自從太古城這個項目 之後轉進去 開始慢慢由他 在附近都用了 投資在益地地方 買了一些股份回來 買了一些地段回來 開始發展在太古城一帶的地方 他本身不是一個地產 涉足到地產 不是怎樣涉足到地產的集團 慢慢進入到香港的 十大地產的地位裏 是僅似於 遺和其下的置地 當時就置地 還有其多不同的地產集團 彭鵬吵 匯德峰那一堆地產 包括誠哥那一堆地產 進深度排第五的地產事業 就開始轉了 轉了手 變了 慢慢轉了手 做太古坊地段 後期也都在太古坊一帶 太古坊一帶 繼續製造地產項目 太古坊大家也都知道 那個地段在哪裏 再給大家看看 太古城一帶 本身就是太古船路的一帶地方 正式涉獲了地產 形成了一個戰後 戰後轉型到 或者增加自己的資產 和發展的項目 多元化 大家也都知道 在香港七八十年到開始 你不玩地產 很容易晉身去 投了幾個大的 那個行業資本裏面 現在這個地段 當然就是因為太古城 那個位置之前 或者買到那個船路 它的轉型都非常之好 那這個地產之外 也都要講一下 這個太古另外一個 很重要很重要的 航空業 講到航空業之前 又要講一下一個人 不過我 他的照片我找不到 那個其實就是 Samuel 即森美爾的曾孫 他叫什麼名字呢 John Kiston John Kiston's Wire 那這個 叫做Kiston Kiston 就是1949年 自英國回來 英國自從二次大戰 然後回來再重建這個香港之後 太古集團的領導人物 亦都是近代 近代太古集團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人物 剛才我講過 太古城那些船路 轉了船路做了一個項目 其實有他 那另外這個 航空業呢 亦都是他 航空業就是他 在1945年後期 二次大戰回來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知道一件事 就是 航空業對於香港 或者遠東地區 特別是香港這個 這個輸入地位 日後的發展非常之厲害 其實當時 香港 只有一個 英帝國的航空公司 可以叫做民營 或者 都不是叫民營 就是一個航空公司 放在那裡 另外一個 就叫做泛 泛美航空公司 而當時 國泰 就是這個國泰 當時國泰 是一個比較少 小規模的航空公司 然後 後期 太古就 入資 佔領了很多 不是佔領 叫做什麼 佔有 國泰的股份 很大部分 慢慢發展這個國泰的 特別就是 以香港為基地發展 這個 在東 當時 已經開始這個 由 五六 由 四十年代 上世紀 一九四十年代 開始打後 那段時間發展 包括 去到 上世紀九十年代 就是 叫做 邀請這個 中資的中信集團 加入了之後 那段時間 他都大力發展這個 航空業 轉了來 時間差不多 我繼續說 就是 轉了航空業 慢慢由他以前的行物轉了過來 那本身都有這個 地產項目 亦都有這個 很實務的 唐運 或 運業 看回其實 太古 現在說回去 就是太古 那個 他的發展 其實沒有 移禍 那麼 那麼早 因為移禍其實都是 那兩個人 靠著 渣滇先生 渣滇先生 就是因為靠著 東印度公司 那個問題 那太古也不同一點 太古就靠實業起價 就不像人家那樣走私鴉片 拿了一筆錢 太古是他自己一個 由利物浦又少少 建了一間公司 就是慢慢造起來 變成今天這個 這樣的太古集團 那就是 我看這些資料說的 其實就是 太古的經營手法 都非常穩窄窮見 就不是可能 就是慢慢由 突出者慢慢打起 你看他造堂 其實都可以知道 慢慢由船運 轉到航運 形成了今天這個 形成了今天這個 太古集團 我們今集說到這個 下一集再說另一個 應知財團 下一集再見 拜拜